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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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义思 是 差不多十三集的月位系列 都差不多接位尾声 是 真的很详细 很感谢你 每一个五座六虎都说得很清楚 有什么月位我们可以对应 六虎入面 我们又胆又胃又大肠小肠又三招 现在都应该去到膀胱 膀胱经又是什么 膀胱经其实是一条很长的经 基本上跟我们人体 整个背脊、脚等地方都有关系 不如用公仔简单地介绍一下 膀胱经你见到绿色这一条 由这里开始 由眼这里 上头 然后到头后面 然后到头背脊 经过腰 经过臀部 经过脚的后侧 去到脚尾 由头到脚 都关于他事 所以这条触太阳膀胱经 其实穴位都比较多 另一方面 他所治疗的范畴 亦都比较广泛 尤其是背脊上的这些背书穴 基本上对于人体的保健作用 亦都比较大 比如说之前我们也提到 背脊这里的肺书穴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去增强肺的功能 另外这个叫做皮书、胃书、干书 总之这些书穴 基本上我们如果是找到它之后 去帮它做一个挨咎 或者帮它做针刺 其实对那个状苦 是一定的治疗作用 还有我们之前提到 就是肾书、补肾的月位 这些月位其实也是帮助我们 去改善人体功能 但是我问不可以这个问题 为何会导致膀胱经济 由头到脚这么厉害 这么长 而且都哭了后面 这不是钱 因为在古人来说 他们发现这些月位经浪 其实他们是 首先他们会 首先发现了一些治疗点 一些反应点 这些反应点之后 他发现原来在这个点和那个点 那条线那条线 对于某些病来说 原来有这样的作用 然后就归纳了 成为一些系统性的线 这个线就形成了一个系统 我相信古人发现 这些月位的时候 他们是经过一些很系统性 或者很有效率的方法 归纳了、总结了 成为一些月位的线 那触太阳旁胱经 其实主要是走在头和背脊 这些位置 所谓的叫太阳 它是阳气比较旺盛的一些月位 是一些经浪 主要是在背脊 在中心的角度来说 背就是阳 前面就是阴 是吗 是的 是 遲些我们说 任督而默的时候 也会提到这件事 好了 既然是这样 即是他由头到脚 他就一定是踩了很多月位出来 这些月位在旁光经的沿路 他发挥了什么作用 譬如我们说一下这个月位 在头这里 我们叫精明月 在头这个位置 精明月 其实就是在我们眼角的内側 这里 这里 这个位 我们这个月位 其实顾名思义 精是眼睛的精 明是明亮的明 所以这个月位是帮助我们 令到眼睛明亮一点 我经常看到看电影的 很累 对 按这里 其实是对的 对 入一点 高一点 这个位置 内角这个位置 这个内角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其实我们去用 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去用 即是我们这样做 这样 合上眼睛 去按这个位置 是可以帮助我们 令到眼睛立即达到舒缓作用 精明月其实也用途很广泛 譬如说 有时候临床上 我们有些病人去面坦 是的 他一边面移不到 这个精明月 也是其中一个重点月位 帮他针 针它之后 他的眼皮 可以很快地合上 就是这样 好 第一个就是精明月 就是由头 精明月 接着有哪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腎疏穴 腎疏穴 其实就是在我们肚持 对后的命门穴 旁开的位置 是的 腎疏穴是帮我们补伸 操作方法 其实也是我们可以 用拳头背对背 去打圈 对了 对了 就是这样 我表演的位置 对了 可以了 这些我最能力 或者在这个位置 做热敷 用暖的东西 很多人整天的腰会酸 会冻 如果你感觉到腰冷 其实这个就叫肾阳虚 对了 肾阳虚 因为肾虚的人 基本上十个九个 都一定是腰会酸的 腰又酸又痛 肾就是腰为肾之苦 所以很多人 他们没有搬过重野 又不是经常都 动很多 但不知为什么肾 都没有力酸 这个就是一个肾虚的情况 肾疏穴就可以帮助到 改善这个症状 还有肾疏 因为肾疏 对于月经 男士的生殖问题 性功能 其实都会有一定帮助 甚至乎 有些小儿的发育不良 都可以透过按压月位去保肾 去帮她改善 还有 竹炭的膀胱经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做小儿推拿的时候 可以帮她做妞肢 什么妞肢 就是我和我女儿都有做的 就是反转 揭上衣服 在上面撕她的膀胱经 撕她的沉皮 就是这样 这是皮肤 拌背脊的 对 正式手势 撕背脊 哪夜我妻女儿 撕背脊 拌得舒服的就是这样 我懂的 我听到入大楼 小时候真的经常听那首歌 做妻子都知道 真的要拌背脊 这个真的很舒服 不需要做 撕背脊 然后整个人都塌 整个包在那里 然后把她的沉皮撕起 放下 就是这样 这个是皮肤 撕 撕完之后 背脊上 会有些红红色 正常来说 会有些红色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红色代表 越位的经络 已经有一个冲血 已经有刺激度 所以可以帮她 刺激背脊上 这些触太阳房屋上的书穴 帮她改善体质 令她发育会增强 容易生高一点 或者胃口好一点 什么时候做好 老爸妈妈实问 立刻问 是日后夜晚睡觉前 是什么 其实随时都可以 是的 并没有严格的规定 只不过 读书就不要 一撕就睡得了 很舒服 是的 通常我做的 会在睡前帮她做 因为撕完之后 像蛋哥所说 放松了 但如果她吃饱了 就不要做 因为吃饱了 你趴在那裏 顶着胃是不舒服的 又或者她未吃饭的时候 你跟她做 她就不肯给你做 因为她要先吃饭 所以等她吃完 大家玩到餐 睡觉了 跟她摘摘摘摘 摘完 她就睡得很软 放松了 说得很软 她就很软 你就很软 做爸爸就是这样软 将来带她去帮我摘摘 很懒 除了摘背脊之外 还有没有哪个穴位 我们可以留意 有的 我们在脚后面 其实有个位中穴 在我们膝头后面 我们这个位置 膝头后面 就算用手去按一下 其实你都会觉得有一种 很舒服的感觉 很酸软很舒服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长期站得久 或者坐得久的时候 这个位置 其实可以帮我们通回腰的经浪 因为之前我们常常提到 就是经脈所过 主治所所及 所以这个位中穴 其实它可以帮我们改善腰痛 帮我们改善一些下肢位 即是你的脚 这些小腿 去比较紧的情况 所以腰痛的人 基本上来到我们临床上做针灸 除了在局部地方落针之外 我们会用到位中穴 即是脚后面的穴位 跟它针 可能会用腎的穴位 可能用一些崑崑太溪的穴位 也会 就是这样 好了 因为它真的由头到脚 所以我们真的有些穴位 就是由头到脚的介绍 是的 对 我们尽量多说一点 因为始终它背脚上 还有封门这些 这些穴位 其实在我们做天咎的时候 我们都会帮病人贴弱 因为贴了下去之后 它那个防风的能力 人防风的能力是会强一点的 对 例如废书 皮书 我们会根据他个人的体质 例如皮胃弱 可能会贴皮书 我们会帮他贴腎书等等这些位置 好了 我们又知道了《膀胱经》 在哪里了 我现在就热切期待 在下一集 我要听《任督耳脈》 这个就是真的 都是长期前 我成长之前 我在小时候看粤语残片 一夜原来打通《任督耳脈》 你就成为天下第一了 是不是真的 原来真的有《任督耳脈》 有的 有《任督耳脈》 是的 是否真的可以天下无敌 有《打通任督耳脈》 有《打通任督耳脈》 有没有《打通任督耳脈》 我们下一集就详细解释一下 大家可否是武林高手 《打通任督耳脈》 记住 我们《健康弹》的 五藏六虎与月位的关系 我们有《打通任督耳脈》 在下一集徐医师会讲一下 记住 订阅《健康弹》 和我分享出去